台北市長柯文哲二十四號凌晨十二點一到 正式解除隔離 臉書第一時間發文寫下出關 並附上開心的柯氏笑容 貼文短短五個小時已超過三萬人按讚 日前她與副市長黃珊珊 曾近距離接觸確診貴賓 因此被匡列隔離十天 而兩人出關前的最後一次快篩都是陰性 黃珊珊透過直播談到 解隔後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然後明天就可以出門 當然還是要自主健康管理 那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去鄰居家把我的小霞接回來 柯文哲黃珊珊解隔後馬不停蹄 二十五號就要到臺北市議會 進行專案報告 只不過議員黃玉芬確診 也有部分議員被狂列隔離 因此議會將首度啟用視訊質詢 兩人將站在背群臺答詢 而且政壇染疫風波還在延燒 選擇加強版防疫旅館接受治療 除了感謝醫護人員之外 他也向外界信心喊話 希望都能夠共同戰勝病毒迎接黎明 歡迎新聞長尤其 張兆元 台北報導